歡迎回來 水星新聞的現場 為了要來鼓勵在頂部 得到參與社交生活 透過行政來典行自己的哉話 加添細明意義和生活的計達 剛議七點青行他在二十何時去現場進入電裏 現場集結到台幼一千九百位的頂部 華氏古集 情深製作節目和財政來兵同餐 他在電裏上頭 也有剛議一張免費來扮發到 服務的信仲 給各班的班長 當時送給江蘇紀念品 感謝他們一年來的負責服務了 所以這次是一支 健康 慎怒 健康 不樂的高齡優勝社區 長青學院的所有老師們 他們比別人更有愛心 更有耐心 而且更細心的指導 讓我們長輩們學到更多 不只是才藝 而且新的知識 電腦各方面都有 所以我想今天很多的嘉義市的長者 他們在這裡能夠健康地學習 這是符合我們高齡友善城市的一個重要目標 也就是我們希望大家要敬老 清老 健康 不老 讓大家在這裡共同幸福快樂地學習 電腦上也特別要請江蘇紀社區大學表案 交通安全 選擇的地局 以處理好玩的方式 提借過人家出國時 要注意走的安全 煩惱的鼻葉氣氛 也好在場的一千九百位鼻葉中間 然後下南方的鼻葉會議 攝影新聞上面 翁秀三角的七彩虹報道